诸九族这三个字是我们在一些电视剧里面经常会听到的字 皇帝生气到极点呢可能就会怒吼 那个谁谁谁正要诸他的九族 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之类的话 其实呢这个词也的确就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浸透了很多人血泪的词 是一个让人闻之色变的连坐制度 那么今天我们可能不禁想问 什么是诸九族呢 他到底是牵连到哪个层级 中国历史上又有哪些人受过这个酷刑呢 诸九族毫无疑问是一种最残酷的酷刑 一个人犯罪了 他的家族成员都需要和他一起来共同承担刑法 被杀头 这违背人性 但同时呢也是古代统治者 斩草除根清除复仇力量的一种方式 其实诸九族来自于秦变法之后的一三族法 诸九族 九族的范围是哪些呢 历来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上至高祖下至玄孙 也就是比如一个人犯罪了呢 那么除了他本人受刑以外 下至他的玄孙子 曾孙 孙子 儿子 这四倍 上至他的父母 他的祖父母 如果他的曾祖父母和高祖父母都还健在的话呢 那么上面的这些老人也都不能幸免 都要一起被诛杀 真的非常残酷 我们知道古代是大家族 而且古人结婚比较早 生育也比较早 一个人有孙子 甚至有重孙了 家里老人如果高瘦的话呢 可能还健在 所以古代五世同堂 甚至六世同堂的都不少 如果被诸九族 那真的太血腥太残忍了 不过呢 这只是其中一种说法 历史上关于诸九族在不同的朝代 还有不同的范围 伤害的程度呢 也不太一样 还有另一种说法是说 诸九族呢 包括父族四 母族三 和七族二 加起来呢 这也是九族 具体是指哪些人呢 其实范围比刚才说的 那个还要大还要广 刚才咱们说的那些人呢 毕竟还是这个犯罪者 自己的家庭里面的人 可是如果按父族四 母族三和七族二 那范围就更广了 父族四有四类人 首先是姑姑与其子 也就是犯罪者的姑姑 如果这些姑姑已经出嫁 那么姑姑和姑姑的子女也要被诛杀 还有就是姊妹与其子 就是犯罪者的姐姐或者妹妹 包括他们的子女 也就是犯罪者的外甥们 这都要被诛杀 还有就是犯罪者的女儿和女儿的孩子们 除了这些家族当中的女性和他们的子女 父族这边最后就是犯罪者的儿子和孙子 犯罪者的父母 犯罪者的兄弟和兄弟的孩子们 这已经是很多人了 不过还有除了父族呢 还有母族 母族有三类人 首先是母之父族 也就是外公一家都要遭殃 还有母之母族 也就是外婆的娘家人也都不能幸免 还有从母与其子 就是母亲的兄弟姐妹 也就是姨妈呀 舅舅呀 以及他们的孩子 也要遭受这个灭顶之灾 最后是妻族 就是犯罪者 妻子娘家这边也要遭殃 岳父一家人 岳母的娘家人 这都要被牵连 这个范围真是够广的 受害者很多 古代兄弟姐妹多 一个家族如果按照诸九族这么算呢 可能会杀掉几百甚至上千人 因为有些大家族亲戚多 上至冒蝶老人 下至强宝当中的婴儿 都会被吐露 真的非常非常残酷 那么在历史上 有谁被诸九族呢 在历史上被明确记载 被诸九族的人 是个鼎鼎大名的人物 叫杨玄感 他是隋朝著名宰相杨肃的儿子 这件事呢 发生在隋朝末年 当时呢 隋阳帝去争这个高勾力期间 杨玄感呢 趁这个机会就起兵造反了 但是他最后没有成功 被隋朝军队给打败了 隋阳帝异常愤怒啊 他觉得自己对老陈阳素一家 那是挺不错的 没想到阳素的儿子 居然造反坏他的大事 隋阳帝一怒之下呢 给了杨玄感最急九族的严酷惩罚 当时呢 不仅是杨玄感的亲戚 甚至就连杨玄感的一些朋友 有来往的熟人都没有放过 有上千人被牵连 可谓是震惊朝野的大屠杀 不过呢 隋阳帝这样的做法 也是让人对他大失所望 让他进一步失去了民心 其实呢 也看得出来 诸九族这样的酷刑 更多的是让人在这个 心理上产生一种畏惧 起到的更多的是威慑作用 所以呢 历史上被诸九族的人 其实不多 有明确记载的 也就杨玄感 大家知道吗 在历史上 除了诸九族 还有一个被诸十足的人 那么这个人 怎么就这么惨呢 他是谁呢 这个人是方孝儒 明代明成祖朱棣 在登基的时候呢 非常恭敬地邀请方孝儒 帮他写这个传位诏书 可是方孝儒是大儒是忠臣 他不仅没有同意 还在朝堂上公然地辱骂朱棣 朱棣威胁方孝儒说 要诸他九族 方孝儒大意凛然地说 诸我十足又如何呢 朱棣一气之下 真的就灭了他九族 后来还不解恨 又把方孝儒的老师和学生 也全都杀了 这就算是十足 据有关统计说 因为方孝儒事件 一共被诸杀了八百多人 光是行刑就用了七八天 除了被杀的 被朱连下狱和流放充军的 还有将近千人 真的是很让人痛心 除了这些 大家可能还会在影视剧里面 看到一个词就是 满门抄斩 那么这个满门抄斩和朱九族 又有什么区别呢 一般来说满门抄斩的是 全家都要朱杀 财产全都没收 当然了 古代大家族呢 是有很多丫鬟仆人的 这里的满门呢 也就不仅仅包括主人 这一大家子 还很可能包括仆人 丫鬟厨厨师等等 都算在这个满门之列 满门抄斩和朱九族比较起来呢 肯定是朱九族的范围更广 因为朱九族还包括亲戚 沾亲戴固的都可能遭殃 最后我们来聊聊朱九族的来历 朱九族呢 来自秦汉时期的一种刑法 就是夷三族 有种说法说夷三族指的是 父族 己族和子族 主要就是针对重罪 尤其是像谋反啊 谋判呀 谋大逆等等这些人 还有一些攻斗失败的人呢 这些都属于政治犯 当权者就会考虑 用朱三族来对付他们 一方面呢 铲除他家所有的人 一方面呢 也对别人起到威慑作用 夷三族在不同时期 也有不同的范围 一般来说呢 犯罪者的父亲 所有的兄弟 犯罪者所有他自己的兄弟 和犯罪者本人所有的儿子 都会被株连 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宰相 李斯最后的结局 就是被夷三族 一家老少都被杀了 只有他的长子理由 因为在外领兵呢 得以逃过了一劫 还有战神韩信 也是被吕后下令 夷三族 结局也是很惨 汉朝的全臣霍光等 也是被夷三族 这些惨烈的往事 都慢慢地成为了历史烟云 成为了大家 茶余饭后的盘子 那么这项残酷的刑法 是什么时候被废的呢 其实不管是朱九族 还是夷三族 都属于连作制 连作制呢 一直流传到了元明清 最后清朝在1905年 正式宣布废除连作 到此为止呢 刑族连作正是在法律上被废止了 这种残酷的 不仅打击犯罪者本人 也打击犯罪者的社会关系的制度呢 才算正式落下了帷幕 成为了一段历史 好了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了 我是灵溪 我们下期再见